顺天十二年的五月十八 顾锦芝又带下一名男医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孩子生下来六斤四两 有双明亮的眼睛 和一头乌黑的胎发 才生下来 眼睛和嘴巴就看得出像朱仲军 渐渐展开 越来越像 朱仲军却说 顾锦芝 这孩子像容南 容南却长得像朱仲军 顾锦芝看了他一眼 略有所思 朱仲军没有留意到顾锦芝的表情 他很高兴 他要给孩子取小名叫容南 大名叫燕影 顾锦芝则道 燕影很好听 赢者才能出众 出类拔萃 寓意好 就叫燕影 小名叫影哥 他不同意 次子的小名叫容南 朱仲军也看了他一眼 而后 他觉得顾锦芝的话很有道理 这孩子还是别叫容南的好 前世 他和容南的父子缘分并不深 他笑着道 那你说 叫什么小名好 不一定要小名啊 顾锦芝笑道 我们家兄弟姊妹都不曾取小名 就叫影哥 以后有了孩子也不取小名 燕山不同 他是府上的长子 理应抽头 下面的弟弟们 没必要和燕山比肩 顾锦芝的话 道理是不错的 周仲军没有反驳的 笑道 那就影哥吧 然后他卖乖 对顾锦芝的 后年再给我生个闺女吧 顾锦芝扬怒 推的 你不是说 儿子再多也不嫌弃吗 儿子自然是越多越好 可闺女是贴心小棉袄啊 儿子别不了的 我也想要一个闺女 周仲军搂着他道 顾锦芝笑道 真贪心啊 两人相识大笑 这一年 顾锦芝和周仲军 二十三岁 他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了 想到前世的这个时候 他们尚未毕业 两人都感慨量多 升天十二年 朝廷召亲王回京过年 周仲军的两个孩子 一个三岁半 却虚弱担保 一个七个月 加上顾锦芝才生产过 不宜长途跋涉 他想再次回绝上京过年 顾锦芝劝的 我们已经四年 没有回京过年 皇帝只怕多想 今年你回去 顺便替我看看我父母 金笑道 周仲军摇头 我答应你 以后每年过年 都陪着你们的 从前咱们总是说 逼不得已 不能一起过年 没那么多逼不得已 只是有心没心 我现在不想顾及这些 我和你们过年 没什么比你们母子更重要的 顾锦芝眉头倾诉 他私下里又劝周仲军 你弄了那些大炮 万一朝廷起了疑心 查出来怎么办 还是回去 让朝廷放心才好 我不在乎 周仲军的 我藏的东西 朝廷能找到的话 我也活到头了 顾锦芝 相信我 顾锦芝轻咬下唇 他这一夜都没怎么睡好 他在反复想周仲军的话 而后 他默默靠在周仲军的后背 搂着他的胳膊 一开始有点松 渐渐的越来越紧 把周仲军弄醒了 黑暗中 他声音懵懂 问 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 顾锦芝轻声呢喃 没有 把头埋在他的背后 周仲军彻底醒了 他翻身 把顾锦芝搂在怀里 问他 不舒服吗 顾锦芝没有回答 片刻他才道 我爱你 周仲军吓了一跳 他连忙爬起来 好了丫鬟挪灯进来 顾锦芝直直得也起身 他拿了灯 往顾锦芝脸上照 见得眼睛红红的 不由担心 问 怎么哭了 直大半夜的 什么事 告诉我 是回京的事吗 顾锦芝轻轻眨了眨眼睛 试图缓解眼睛的不适 道 没哭 一直没睡着 眼睛有点干涩 朱仲军又往他脸上看 他值得笑笑 让朱仲军安心 那你刚刚说 朱仲军声音里带着喜悦 怎么突然要说这么肉麻的话呀 顾锦芝低沉了眼帘 笑了一下 而后 他拉住了朱仲军的手 轻轻磨缩 语气悠悠 我从前说了好些过分的话 那时候我心里是存了运气的 我误以为一辈子夫妻 你从未在乎过我 总是一难平 现在 当初那些话 都成了你的智者 我很内疚 朱仲军越听 表情越凝重 最后 他眼底已经浮动霧气 他猛然将顾锦芝搂在怀里 抱得他有点窒息 你不挥机 并没有完全地把握 皇帝不会猜疑你 而是怕我将来又抱怨 抱怨你丢下妻儿 顾锦芝声音陡然湿了 我对不住你 朱仲军 你说你喜欢我 我相信的 我也释然了 你在乎我就足够了 足够值得我为你奉献一切 你不要多顾忌我 以前那个满腹怨气的顾锦芝 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相互信任 好吗 金妮 你回京吧 好 朱仲军坚定地回答 而后他又答 方才那话 你再说一遍给我听 顾锦芝就在他耳边 又说了一句 我爱你 朱仲军抱着他的胳膊 又紧了解分 说 不许反悔 不反悔 顾锦芝的 顺天十三年的春节 顾锦芝带着两个孩子过 他算了算日子 朱仲军过完初四才能辞行 然后回家 从京城到卢州 至少两个月的路程 他三月能到家 那是个桃蕊正宴的时节 说不定 十个月大的阴影 都能开口说话了 没想到 春城飞花 杨柳携的二月中旬 朱仲军就回到了卢州 他带着两名护卫 一路快马回来 他行李的马车 至少还要半个月 才能到卢州 燕山欣喜 喊着爹爹 又扑到了朱仲军怀里 朱仲军抱着儿子 亲了又亲 他心里 猛然有点感触 燕山 真的很不同寻常 朱仲军 离家两个多月 前世的时候 他也经常出差两个月 那时候 四五岁的荣南 每次朱仲军离家时间久了 回来之后 荣南就会认生 不认识朱仲军 要哄很久 他才会和朱仲军亲近 燕山却没有 朱仲军抱着燕山 心里有种特殊的满足 这种满足感 是第一次 而后 他又从顾景之怀里 抱过了燕影 燕影的脸颊胖胖的 几乎要掉下来 恶外有趣 跟荣南小时候 一模一样 一路封城的辛苦 都化为乌有 朱仲军觉得 这样的生活 踏实又安静 是他梦导以求的 顾景之却从他怀里 重新接过了燕影 笑着 对朱仲军的 一路上辛苦了吧 热水已经准备好了 你去洗洗 解解乏 朱仲军点头 趁着朱仲军灌木的空隙 顾景之把孩子们都打发回去了 燕山很听话 比女孩子还要温顺 燕影才八个月 他不太懂 而后 顾景之亲自去服侍朱仲军沐浴 替他擦拭身子 拿了干净的中医给他换 朱仲军却随手将中医搭在了屏风上 打横抱起了顾景之 他就这么光着身子 抱着顾景之 从进房回到了卧室 顾景之挣扎了下 想叫他穿好衣裳 别让丫鬟们尴尬 可看着朱仲军危乱的眸子 就没有多言 他这一夜的折腾 让顾景之浑身发酸 他有很多话想问朱仲军 最终 自己先睡着了 从下午 一直睡到了四日早上 醒来的时候 窗外并未大亮 晨曦洗微理 燕子里 已经有婆子打扫庭院的 轻微沙沙声 他忍不住笑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这样无所顾忌了 不过 他好像一直也没有刻意 去回避他的异常 朱仲军仍在睡 他直到四处才醒 顾景之 服侍他洗漱 又替他梳头 然后问他 去我家里了吗 看到爹娘了吗 看到了 主种军孝 我是骑马仙回来的 后头还有一码车东西 过几日才能到卢州 你娘送了你好些东西 顾景之感动 他又问父母的身体 朱仲军笑了起来的 你爹娘还不到四十岁 身子能怎么样 正直壮严 好着呢 顾景之被堵得哑口无言 值得轻轻敲了敲他的头顶 仔细想想 他自己也笑了 然后 他又问起自己的弟弟 这四年在卢州 顾景之时常收到母亲的来信 所以 大部分的事 他都只想了 可非要听朱仲军再说一遍 好似这样才能确认 他听得入迷 朱仲军讲得也开心 两人就这么 消磨了一上午 德飞和苏平都送了一礼物 朱仲军又道 顾景之笑了笑 说知道了 你大哥 做了件忤逆不道的事 朱仲军又道 语气里却大着笑 顾景之怅然 问 又够大宝吵架吗 不是 朱仲军故意卖关子 说完就停了下来 看着顾景之 顾景之轻推的 说呀 朱仲军这才轻了轻嫂子的 你祖父去世的时候 不是留下一言 故事女不二嫁吗 顾景之点头 这个他记得 当时 大伯挺不屑一顾的 可最后 大伯还是把祖父 留下来的话 刻在木牌上 挂在祖词里 作为故事祖训之一 你大哥 把这条给烧了 朱仲军大 经理人都在说 幸好你大哥不为官 否则 这不孝之罪 叫悲伤了 朝臣 也有攻击你大伯的 说他叫子无方 让导致你大哥 这么忤逆不孝 这些话 荒体都没有理会 为什么烧了 顾景之问 是有四姐出了事 还是五姐 是有四姐